中央社中国正运用各种手段建立全球最大的DNA数据库,学者指出将这些DNA档案与一些及时监控工具结合,对中国共产党发展出一个铺天带地的数位及全国家大有助益。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报道,在以蒸汽火车和茉莉花之名的四川月山世间为宪,当警察到课堂上要求所有男朋友向小塑胶和涂口水时,这些学童并没有多想。 被要求涂口水的若干男朋友表示,警察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从幼儿园到高中,数百名男学生一直是提供让每个合妆绿纸从粉红色变成白色的足够唾液,绿纸颜色的转变显示,减体含量足以让见识人员提取这些男孩的DNA,也就是他们独特的遗传指纹。 这些DNA也能用来辨识每个男孩与其血清共有的生物特征。 因为现警方说他们的计划奏效,他们原本希望借由采集DNA为九年前未侦破的两名店员命案提供线索,不久后他们就在国营媒体上宣布捕获凶手。 这个行动还有额外收获及警方采集笔需求多出许多的DNA,可加入当局建立的DNA数据库。 在北局设法加强监控14亿人民情况下,这是向全国撒下的高科技安全网必要的部分。 华尔街日报查看中国各地警察局的资料发现中国,警方计划在2020年前将全国DNA数据库加倍扩展到1亿笔记录。 为达成这个目标,他们每年需要搜集的记录几乎跟美国20年来建立的全国数据库一样多。 监视警察资料显示,中国DNA数据库已拥有5400万笔资料。 当局宣称这样大规模筛尖审是打击犯罪的工具,但招致了侵犯人民影子以及不公平对待无辜和弱势人民的批评。 同时遭人质疑,这些数据的最终用途为何? 中国警方搜集DNA检体的许多方式,在美国不被允许。 中国警方一向会对忘记攜带身份证或在微博批评政府而遭羁押的人采集拓役或协议DNA检体。 还有些被采集检体的人并无犯罪嫌疑,而是被警方看作是危害社会稳定的高风险族群,包括农民工某个城市甚至将煤矿工人和租屋者也列入。 在中国部分地区执法部门将同一个人的DNA档案与指纹、大头罩和声纹等生物识别资料放在一起。 在全国公安机关DNA数据库建设应用研讨会发表的论文指出,谋省警察部门提案缘结DNA数据与线上购物记录和娱乐习惯等个人资料。 这类高科技档案将创造出比警方以往长期仰赖的纸本文件更复杂的表列监控公民方式。